电视剧《西游记》是许多人心目中美好的童年记忆 因为这部剧,六小灵童更是与齐天大圣画上了等号 在大家眼中,六小灵童是一位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然而近来,六小灵童却负面消息缠身 先是网上传出其以孙悟空形象做招牌,售卖价格上万的限量手办 12月2日,网上又爆出《无成恩故居》中 全都是六小灵童及张氏家族的照片及资料 很少有无成恩事迹与史料 甚至连宣传无成恩故居的大海报上,印的都是六小灵童的脸 这一现象,让许多网友觉得无法接受,也因此对六小灵童有了怨言 而有网友深入了解六小灵童后表示 不仅如此,六小灵童此前还有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说法和做法 比如六小灵童在接受采访时,曾表示自己在拍摄新游记时并没有替身 但实际上,网友整理新游记花絮照片时,发现了不下三位孙悟空的替身 此外,六小灵童在新游记导演杨洁的追悼会上宣传自己新片的行为 也被网友怒斥为吃人血馒头 不过也有网友对此做出反驳,网友称追悼会上的发言是媒体顿章取义 卖手办,无成恩故居等行为更不是六小灵童主动去做的,他并不知情 有时为了宣传,负责人确实会选择较知名的人物作为宣传,当作噱头 不能把一切锅都扣在六小灵童个人身上 无论怎么说,六小灵童都是我们童年回忆中美好的一部分 他在宣传西游记方面有许多功劳,实在不必对老艺术家的一些说法做法太过上纲上线 也希望老艺术家能够更负责地对待自己塑造过的角色,和深爱着他的观众 聊天 我不但糊塗便并不知焚封